做好Base, 終於可以做Partio了 但做Partio之前, 我們再建了Fire Pit 因為Fire Pit, 你想有磚在Fire Pit的上面 這樣就不會有掉漏了 首先我們就做一個Marking 這個裝置完畢, 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是火爐位置 中間這個位置 外面的一些磚的磚 就是磚的磚子 大概完成了之後就會是這樣 說時遲那時快 其實我已經買上一些起火爐的石 就是這一種 八寸深 有兩種的 一種是四吋高 另一種是兩吋高 這樣就可以做多些不同的圖案 旁邊就是Pardio會用的磚 這個再遲些開箱給大家看 但今天就會用這種磚來做了火爐 本來想著不是做圓形的 是做圓形的 但不是做完美的圓形 要多一點粗獷的感覺 一個下癡的感覺 不需要切得太漂亮 首先第一步就把所有東西搬進去 先量好這些石 然後再放進去 大概感覺就是這樣 我用四吋高的石來做底 可以高過Pardio的鎚 容易一點 更加漂亮 然後就乾淨上去 我應該不會用任何的鎚 但是最後發現自己買錯了石 不是Granite 而是買了Limestone 所以記得買的時候 就要問清楚職員 那為什麼要選Granite 而不是Limestone 就是因為Limestone的結構 有很多洞 會有位置讓水走進去 當有火燒的時候 就會像水滾一樣 所以石頭就會有機會會裂 而除了Limestone 還有其他石頭也有很多洞 下次講開石可以再講一下 所以要記得做好功課 還有問了人才好買 不過就算買了Limestone 也不會死的 之後告訴你為什麼 其實鎚石真的不難 但是鎚真的很重 還有很多一層 最好就是駁水喉 讓它沒有那麼多一層 但問題就是這部機之前駁完 然後我現在鎚的時候 就經常死火 所以我當時就沒有薄 只是帶了一個N95口罩 下次應該要帶回豬嘴 然後我開啟 對 然後我拌好之後 就可以放入瓶水 太多被拌了 一人出來 拆它 到這個鋪磚的階段 剛剛就下了兩條鐵通 就是量度這個瓶水的 我們只要有2%溶 就可以有效地將水在上面流出去了 看到這裡呢 這裡有一支 這裡有另外一支 已經設定好了 在中間現在就放了HPB 就是作為一個Bedding Materials 在HPB上面我們就鋪鑽 現在就是把平水尺 用一個Live 拉回 然後就知道是完整地平水 還有可以有slope 另外一邊這一邊都是這樣做 把可以放下的磚鋪鋪好之後呢 最麻煩最困難的一步終於來到了 就是要把所有東西割好 然後吸進去本身有的空位裏面 這一段基本上是最浪費時間的 因為你又要割 然後又要拿起 然後去鋪 然後又要放下去 有時候量度不好 有機會又要再鋪 所以這一步 基本上和你鋪好之前的所有磚 可以差不多一樣 那麼多時間 所以割的時候可以留下多一點點位 不用像木工一樣 那麼精細的 因為你之後的那些磚位 都會用Polymeric Sand去填補 所以可以遇到多一點點位 就不用又拿起 又放下又鋪 又拿起又要鋪多幾次 那現在我們就繼續進行 這個是最後一步 字幕志祥君 Pardio 已經完成一大半了 還有剩下保留 Polymeric 聲線 令到有圓滿的服務 Pardio 吹熱了 最近發現有一種是permeable的polymeric scent 看來的好處就是可以更容易將表面的水流走 就算斜度只有1%都應該不會有積水的問題 但我自己都沒有用過 如果有朋友用過可以在留言說一下好不好用 或者遲些有漏辣的時候我再自己做一做再跟大家update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樣淋水和淋多少要看包裝袋 因為每隻沙都有些不同 有些要淋兩至三次 有些要淋一次就可以了 昨天確定自己做這個火鍋的高度 那時候找到一件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一件沒有煙的火鍋 那平時我們燒東西吃就是一個新的火鍋 就是一個新的火鍋 然後上面就燒東西吃的 就像你去郊藝公園或者去camping也好 那你都是新的火鍋 那所有的火鍋都在上面燒東西吃 好像沒什麼特別感 但是呢 看了一個技巧 有一件事就是令到那些火鍋沒有煙 因為你看到有煙的火鍋 基本上就是一個不完整的燃燒 一個不完整的燃燒 有其他不知什麼exit 我已經忘記了了 其實它們都是一些能量 但是因為它們的燃點很高 就這樣火鍋其實是燒不到的 但是呢 如果在一個這樣火鍋裡 裝一點點東西 一個structural的設計 就可以令到剛剛說的一堆燃燒 就令到整個火鍋沒有這麼多燃 那我們先開始了一切旁邊的東西 應該我們本身預約大概是兩呎高 那你坐下的時候又不會太低 在上面蓋少的東西 又可以當桌子用 補充一下其實沒有煙的火鍋 其實是什麼家科呢 一般來說 柴裡面有水分 所以一般燒柴溫度不夠就會比較多煙 所以要沒有煙就會燒了柴裡面的水 以及煙裡面的物質 那怎樣可以有效提升溫度呢 就是給足夠的氧氣和燃料 另外一點都很重要 就是補充氧氣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要加個Metal Ring 在Metal Ring上面開孔 從而呢就帶些空氣去火的上面 造成二次燃燒 而不是就這樣加多些柴或者吹多些風進去 當火的溫度去到攝氏600度 就可以有效地燃燒產生出來的氣體了 從而呢又可以令火更加熱 可以繼續燃燒 而這個系統的壞處呢 就是那些燃料會溶得快些 那些柴就不斷燒了 還有啊 一開始說買錯了Limestone都沒有問題 除了因為有個Metal Ring保護 還因為會放多一塊Capping Stone做個頂 這樣就擋到大部分的雨水了 而在Capping Stone都有一樣東西要注意的 正常來說 如果一塊石是完全水平呢 那些雨水在石邊滴下去呢 而是會跟著石底回頭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加多一樣東西 就是整條Drip Line 讓水不會沿著石回火爐 在屋外的這些石都會有坑 它就是Drip Line 沿著邊入一點點 鋸回坑就完成了 其實本身是想找Biochar生物碳的資料的 因為生物碳對種東西就很有幫助 而要有效率地弄生物碳 就會有效率的火 找找找就變成無煙的火爐了 反而現在弄了火爐 但還未弄生物碳的裝置 不過雖不中亦不願意 另外我還買了這一樣 HIGH HEAT的PINK SPRAY 黑色 就是看頭部就只是黑色了 本身是用在引擎上的 我相信可以TOLERANCE 1093度攝氏 或者2000度華氏 所以它們可以保護這個MEDAL 雖然也沒什麼問題 也挺漂亮 其實是要噴入面的 噴外面是屎色的 不過可以噴上的 那邊就要噴在了 那便完成了 那便完成了外殼 讓它乾了之後便可以安裝進去 那這個時候 我們便可以把這個 FIRE RAIN 的位置 升高 那我就打算 同時呢 亦都因為為了去水 所以呢 你看到現在 那個風口位 即這個風口位 其實高了 這個時候便可以放些碎石 可以升高到那個位置 那便可以令到它 那個火沒有那麼低之餘 去水呢 排水便會更加好 大約一半 剛剛好兩包 好 最後就來看看成效了 剛剛起的火 還看到有煙 未夠熱 未夠空氣 而這裏呢 可以炒菜 就完全沒有煙了 在這裏見到的煙 是有一塊鐵板出來 因為夠熱 燒到鐵板都出了煙 實驗結果是成功的 多謝一直支持這個頻道的你 記得按個讚 未訂閱的 希望你也可以訂閱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還可以follow my IG IC Landscape 我是Leo 我們下回再見 我們下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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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煙一邊 下回應 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